刑事局发布了紧急查气专案 72年次的受刑人邱建伟 返嫁探亲结果失联 工作大概已经四五个月了 那符合资格申请返家 那这一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有准时回来 礼拜五的下午七点回家 那礼拜天的下午三点要返锁 那就是三点到了未准时返锁 因为切到案 入肩服刑的邱建伟 已经是第二次请假回家 这一次他和其他三名受刑人一起离开 结果到了返锁时间 邱建伟没有出现 看守所表示邱建伟刑期两年八个月 目前已经服刑一半 9月22号晚上七点返家 又到派出所来报到 一直到9月24号下午一点 所方通知的时候并没有异状 不过两点二度联络 邱建伟的哥哥却回复 联络不上弟弟 下午三点邱建伟没有回到看守所 比如说不该涉足的场所 他不能去涉足 那不能跨县市 那这部分都有特别的交代 就会增加他的刑期 对 因为他现在是 等于是脱逃罪的罪嫌 这次放假的四个人 只剩邱建伟没有回到看守所 看守所依照规定层层通报 余假未归 两个小时之后发布通气 邱建伟因为什么原因 还没有反锁 相关人员追查中 但是已经让只剩一半刑期的他 得因为脱逃罪加重刑责 三点新闻 廖国雄 祝宇荣 嘉义报道